嗨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JD休斯顿房屏 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房子依然是在比较好的这个社区 BridgeLand这个社区的 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房子呢是一套60至70万美金左右区间的延门间 那这个延门间是有五个卧室 然后有三个半洗手间或者是四个半洗手间都可以选择的 这个延门间所在的这个区域的学区非常的好 十分十分九分的学区 但是顺率确实比较高 BridgeLand这个社区我也提到过很多次了 那我自己也是住在这个社区 我觉得这个社区的绿化呀环境呀 这个自住房拥有率呀是非常非常高的 并且这个社区是2019年休斯顿卖的最好的社区 全美排名这个销量排名第十二位 上过美国地理杂志的漂亮社区 现在我们就看一下这种房子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 如果您对休斯顿地产感兴趣 欢迎在微信关注微博联系我 我是依依 我们现在看房子咯 今天天气真的特别好 我们看的这个房子呢是一套TreeMaker 这个键上的延门间所在的位置是BridgeLand这个社区 这个社区是一个学区也很好 然后自住房拥有比率非常高的一个社区 我们现在看看这个样板间就是他们家的 样板间是五个卧室 我们现在就这样看 你看它现在的风格就很现代化了 所以你看这种门都是一个大铁门 这样子的 这样进来 TreeMaker这个键商的设计理念和设计风格都是以简洁大方 然后空间感比较好 主称的 一进来就是这种感觉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左手边 左手边就是一个书房 书房通常情况下 那把它放在门口的位置 就是这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选择 在书房的另外一面 就是右手边是有一个套间的 那也就是说一楼它是有两个卧室的 这就是一个套间 这是一楼的一个套间 现在这个床是Queen的床 然后套间里面就是洗手间 这边是一个大点的淋浴间 但是这个套间里面是没有浴缸的 然后我们还注意到了 TreeMaker这个键商现在都用的是黑边窗户 现在比较流行简洁封黑边窗户的这种构造 往前走 现在这个门呢你看它把它做成一个办公室 但其实这是一个车库 这就是第三个车库 我们往里走 漂亮的客厅的旁边是一个 一帽 二百二十一 绝对我漂亮的 是一个洗手间 客人用的洗手间 但是这客人用的洗手间已经非常大了 在好多房当中这么大的客位 客位就很少了 我们现在就到了敞亮的大客厅 相机拍出来的总是跟视觉上的感觉有一些偏差的 那在视觉上的感觉当中 这个客厅真的是特别的敞亮 什么叫大气厂量 可能就这个房子完全能体现到了 就这样子的感觉 然后呢 在这旁边就是一个厨房 厨房的整体色调设计也是以灰色为主 然后现在看到的大多数都是这种石英的一种大理石台面 这些都不是大理石了 石英的 因为之前有这个看我看我视频的观众说 让我分得清大理石石英 天然大理石石英的一些区别 其实我就是嘴飘 一顺口就会都说成大理石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这就是客厅和厨房 那我现在重点给大家看一下他们家装的一些东西 那比如说这种烤箱 上面是双开的烤箱 下面是普通的烤箱 它也可以做成一个蒸箱 现在比较流行的 然后在这个厨房的后面 这个门就是通往车库的门 这个就是一个储藏间 然后这边就是洗衣房 把洗衣房放在了厨房的后面 然后这里还可以放了冰箱 然后洗衣房是有窗户的 洗衣房这边还有一个储藏间 这样子 那所以呢 空间感非常好 一般比较舒服的房子 要遵循几大特质 基本上就是方正 空间感好 利用率高 这种房子才会看起来舒服 黑边窗户是让整个色调的感觉很洋气 很instagram风 好 这边我们看完了 我们现在再去主卧看一下 我们看到的所有的主卧都是在一楼的 现在我们就进到了主卧的位置 主卧的床肯定都是King的床了 这个毋庸置疑 再小的房子主卧都是King的床 主卧的静态感就非常好 然后再往里走就是主卧的洗手间 我非常喜欢去Maker这个建商 有一个非常大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个建商的窗户都很大 你看现在这个浴缸旁边弄上这么一个窗户 阳光洒在浴缸上这种吊吊真的是很漂亮 当然你也不用担心 真正交房的时候这个窗户是磨砂的 不是这种透明的 这种透明的窗户那就吓人了 这样子我们再看一下它的衣帽间 衣帽间呢其实是可以这样分男女两边 然后这边坐着一个这样子一个厨子 但是这种厨子是加装要重新加钱的 那不做也可以 那这边来看就是整个厨房 整个洗手间的感觉 然后现在我们就去二楼看看 样板间的楼梯都是实木地板的 但是通常加装的时候会建议客户楼梯用地毯 因为这种地板很容易就雕塞了 一上来这个建商有一个点非常好 他很喜欢做一个secret room 例如这样 这个地方就完全做成了一个小密室 打开门 你看还有这么大一个空间 这个空间真的写个作业练个瑜伽 反正干啥都行 把这边打开 但是这也是一个家装 也就是说标配当中不带 如果你想要的话就再花钱 上楼的右手边是一个放映厅 这个放映厅就面积很舒服了 就这样子的 二楼公共区域现在满间全选了这个石木地板 那在另外一面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三个卧室 分别在一个两个这边三个 我们先从这个开始看 这个卧室面积就很大了 我经常听客户讲 为什么有的房子很大 卧室的面积都很小 但其实大多数的这个房型都会优先考虑到公共区域 公共区域大气了 整个房子看起来才大气 所以用公共区域在确保的情况下 才能做到卧室的面积会比较好 好 从另外一边走 就是刚才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卧室 这几个卧室的床都是clean的床 就这样子 我们从这出来 就到我刚才给大家指这个房间的位置 然后我们再去这边 然后这边呢是这样子的 这是洗手间 这边是卧室 这边开了一个门 里边还开了一个门 就这样 你看这就是在外面打个台球 可以来上厕所的一个空间 二楼其实没有什么很稀奇的 大多数房子二楼都很接近 然后从洗手间可以进卧室 二楼卧室的面积非常讨喜 每个二楼的卧室面积都很大 没有牺牲 好 这就是二楼的感觉了 整个房子的感觉 就是这样的一个调调 院子我们就不看了 因为样本间的院子不代表你买到的房子院子 你买到这个户型 可以选一个你喜欢的地 所以院子会有很大的不同 三个环你看到这儿 这个南部是没有连接上的 然后再到北部这边没有连接上 也就是说只连接到一半 这一个三环 偏西南方向的西南方向的西南方向的 西南方向的奢格兰 然后包括现在有很多人会买这个这一块叫 Rosenberg的房子 环境是非常好的 我介绍过很多次了 光这个活动中心有三个很大的活动中心 绿化非常的棒 上过美国地理大致是休斯顿销量最好的社区 也是比较高端的 因为本身贵的有全定制房的一些区域 就是在类似这边 这个区域都是全定制房 如果便宜点的话呢 也有在三十五万左右的一些房子 但是它没有太低价位 所以整体的档次还是不错的 税率是非常高的 有三点六四那么高 但是学区非常好 看看它去亚洲城的位置 因为这个Suppers 离这个 sorry 我们要搜一下Ascent Town 到Ascent Town 基本上就是十七分钟左右的样子 所以它去亚洲城是很方便的 但是如果去中国城的话 其实就有点远了 我看一下去China Town的位置 这个地方去China Town 差不多要32分钟了 如果比较这个慢的话 还是就是要43分钟的样子去China Town 那我们看一下它去市中心的位置 如果去市中心的话 基本上也是在34分钟至40分钟左右 所以其实Suppers 离市中心和China Town 稍微远一点 但是环境是很好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Suppers 离其他的 它这个周围的一些布局 打个比方说 很多这个朋友都非常非常在意的 打个比方 学校 然后还有医院这些 我们简单的来看一下学校 这个整个社区都非常 这个社区很大 但是学校呢就在这儿 大家画一下 这边就是学校的位置 这边有小学 初中高中教会都在这个附近 那您看您不管住在这个社区什么地方 离这个学校都不会很远 都在社区里面 那这儿还有一个小学 然后这儿还有一个初中和高中 所以三个地方分别都有学校 然后不管您住在社区什么地方都会非常近 还是挺方便的 如果说活动中心的话呢也比较好 地图上还没有更新出来 这是活动中心 活动中心我用另外一个颜色标示一下吧 比方活动中心白色 这边是活动中心 然后移进门的这个附近 活动中心 然后中间还有一个活动中心 这边也是活动中心 所以它有三个活动中心 也分别分布在小区的这个三个位置 整体来讲还是很方便的 好了 现在我们再看一下 离这个地方比较近的那个医院是在什么地方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房子离医院的距离 那您如果买这个房子的话 可能会在这个位置 不管在社区的任何一个位置吧 然后他去医院的距离的话 就这样走 然后上这条290的这条路 然后医院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也非常近 那我们还可以看一下这个房子离超市 这边呢 整体就是这个社区目前的一个规划 您看到的灰色这个土壤的地带 其实也建成了很多房子了 只是卫星图还没有更新好 我现在再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房子周边的一些超市 因为每一个社区周边的超市 其实都是很近的 比如说这边这儿有一个超市 然后再往前走 这边就是另外一个小的plaza 然后呢 以后在这个位置 全都是商业中心 所以它的商业中心 也基本上就分布在三个角上 以后非常重点的商业中心 会是在这条高速公路的两边来分布 因为新房子有些地方还没有建的 非常完善 但是Bridgeland这个社区 其实已经建了非常一大部分了 在社区在地图上感觉很小 那进来看的时候就会发现它很大 这就是这个社区的一些分布了 如果您对社区的地产感兴趣 欢迎加微信 关注微博联系我 我是GG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